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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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周日下午好 在马来西亚 这个时候呢是 我们有足在过新年 就是马来人的新年 所以是一个假期 而且又是周末 廉假 所以我想很多人呢 都会借着机会呢 带着孩子们出去游玩 又是学校假期 所以这个星期 下个星期又会跟这个 武艺劳动节又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难得的 这个放假的日子里面 你们还能够坚持来共修 上线共修 非常的难得 给大家一个赞 或者是多多的战斗 那我们在前两个星期呢 就开始谈到了 人的正性 很重要 那人的正性呢 什么是人的正性 我们上个星期呢 就有进一步的去谈到说 人的正性要讲的就是 人特别的地方 或者是人殊胜的地方 这个就是人的正性 我们要去看到的 这个人特别的地方 人殊胜的地方呢 也能够凸显 为什么我们是人 人之所以为人 为什么我们是人 所以这种人的正性呢 首先我们就是要排除掉 它不只是一般众生的同性而已 如果是一般众生的同性的话 需要滋养 会有爱欲 这个每一个众生都有 每一种众生 每一道的众生都有 它不是人特别的地方 或者是人殊胜的地方 或者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 所以谈人的正性的时候呢 我们要排除掉众生的同性 还有呢 各道众生的特性 地狱道的特性 恶鬼道众生的特性 我们要把这些排除掉 你才能够真正凸显人的正性 所以从人的正性这个课题里面呢 我们知道说要谈的是人特别之处 人殊胜之处 或者是人为什么被称为人 那这个特别之处 殊胜之处呢 就是后来形成了 在我们佛教里面 大家常常耳熟能详的一个词 就是三特胜 特胜这个课题 特胜就是从特别之处 殊胜之处呢 从这两个词呢 形成新的一个词 就是要讲的就是人特别的地方 殊胜的地方 而这个在佛教里面讲的 这个人特别的地方 殊胜的地方呢 他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所谓的三特胜 所谓的特胜呢 进一步去升华 而让大家成佛 有这个觉悟 有这个开悟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所以他可以变成是佛性的 他可以转化成佛性的 所以当我们要讲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呢 那当然就更不可能是 这种众生的同性 或者是各道众生那种恶劣的 比较不圆满的特性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会叫他为特胜 除了带出人特别的地方 人殊胜的地方 人之所以为人 他更重要的就是 最后能够转化成佛性 他能够转化成佛性 他能够升华 他能够转化 他能够进化 而变成佛性 那要讲到人的特别的地方 人之所以为人 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呢 其实不只是佛教会谈 人为什么会特别 人为什么会殊胜 世界东西方文化 都一定会涉及到这个课题 因为大家都关注人 因为大家都是人 所以都会去尝试凸显 人为什么跟一般的众生不一样 跟那些猫狗不一样 人到底特别在哪里 所以在进入佛教的主张 佛教的说法之前呢 老师也给我们看看 东西方文化怎么谈人 比如说在西方神学 我们就看到说 在西方神学呢 他们是谈到说 首先是 这个体的部分 我们在西方的神学 的角度来谈 就是这个肉体呢 开始是泥土塑造出来的 神用泥土塑造出来 然后吹了一口气 所以呢 就变成了活泼泼的人 所以这个气呢 就是零的部分 是零的部分 是零的部分 神给的 然后有了这个 神给予的气 就是零的部分 有了这个泥缩的肉体 一个个的这个独自的人格 性格呢 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人 在西方神学的角度 所谈的人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体 灵 还有魂 构成的 这三个部分 我们上个星期 有提到这个部分 那么 如果肉体 如果 人 是 放纵 自己 这个 肉体的 欲望 那在导师的书里面 他就写到说 是受肉体的欲望 所支配的话 这个人的堕落 神学是这样子讲的 或者是 魂是一个一个的人格 一个个的性格 对不对 那 大家在成长的背景里面 可能 的人格 性格 会被扭曲 所以出现 人格 失衡 可能会出现 人格失衡的时候 那么 在导师的书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部分 一个人的性格发展到 变成很残 暴 很酷 毒的时候 这个就是人格 失衡的时候 也一样可以看到 人的堕落 这个时候 这个人 他就活得不像人 虽然他有人模人样 他展现出来的是 受性 所以 站在神学的角度 这个体跟魂的部分 是不可靠的 最可靠的就是 神给予的这个灵 所以神给予的这个气 所以 在神学里面 他们就会提到说 要重视这个神性的部分 那么 当一个人 重视神性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完全的 把自己投向神 对神的这种信仰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 就开始有机会 远离堕落 这种 忠欲 或者是人格失衡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能够远离这些受性 而重生了 可以慢慢贴近这个 接近神 这个神性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西方神学 他们在谈人的部分 那时候的一种 主张 那么当然这个有 老师也有点出 他比较不圆满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太偏向于灵的生活了 偏向于灵 这个课题 为什么偏向于灵不好呢 为什么偏向于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不好呢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现在 稍微注意一下 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里面 你会看到说 谈到灵 谈到神性的 他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背景里面 出现了不同不同的派系 我有我的神 我有我主张的这个神 产生的这个灵 所以当自己 认为自己的神 的灵 是圣灵的话 那别人的神 讲的这种灵呢 就是邪灵了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从人类的发展历史里面呢 你会看到说 同样是神学 这个西方的神学 一神教 在不同的时期 出现不同的 自己的那种 认为 自己认为的那种 独一无二的神的时候呢 自然的 当他在主张自己的 的这个神的时候呢 自然 其他的就会被看成是异教徒 然后呢 就会 想 尽办法呢 就是屠杀他们 所以 现在 整个人类的历史 慢慢会去重视到 说宗教与宗教之间 要互相的尊重 包括神学 很多派系 他们当中的很多派系 神学里面的 不同的派系的 互相尊重 现在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局面呢 其实是过去 各种时代的流血事件 而换来的 所以这种 偏向于灵的生活呢 有时候呢 很难 因为大家很难 证实 证明它 只是凭着个人的信仰 觉得说 我的是圣灵 你的就是邪灵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呢 这样子来主张 人的话呢 人这个课题的话呢 就有它的不圆满的地方 所以同样 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呢 没有要贬低 其他的宗教 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 只是让大家了解 宗教整个发展是怎么样 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是怎么样 然后别人 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这个宗教的主张是怎么样 我们用客观的角度去看 没有看到它 跟我们佛教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认定说 这个好像不是说的很圆满 但是没有要贬低他人的意识 像大家这方面是要记得的 对于你身边的朋友 亲戚 他们选择的是不同 跟你不同的宗教 我们要给予尊重 因为这个是他选择他的信仰 他可以选择他想相信的东西 这一点大家是要记得的 好 这西方的神学的部分 我们看了 知道了 他们是这样子讲人 那东方哲学怎么谈人呢 东方哲学呢 导师就用了这个 鲁家的思想里面的 这个道心跟真心这个课题 那么 道心 是很为妙难名的 这个真的很难捉摸 这个道心 人心呢 这个比较容易了解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人 而且我们都有各自的欲望 OK 所以人心呢 都是跟自己的欲望是相关的 那么 这种人心 在鲁家的思想里面呢 就会提到说 这个是 人心是很危险的 然后呢 难以平复的 有时候自己的欲望 这个冲动来的时候呢 各种的 自害害人的事情呢 就会发生了 就会造出来了 所以 人心是危险难安的 所以 什么人 有道心这个部分 有人心这个部分 可是道心很微妙 很难发现它 人心很危险 很难平复 很不安 那么 怎么办呢 就主张 这个中庸之道 就是怎么样呢 要 不断的 这个人 要做好这个人呢 你要不断的 去怎么样呢 精心的去体察 为经为义 精心体察 你要很用心的 去观察自己的这个心 然后呢 要好好的守住 为义 就是守住 要专心守住这个心 然后在这个精心体察 专心守住的过程当中呢 面对种种人事的 各种互动 面对自己的各种欲望的时候呢 尽量做到中庸 就是择中调和 不便不语的态度 这个是东方 哲学呢 你会看到 它谈人这个部分 那么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人心跟道心的这样的特辑呢 自然的 因为我们也在 东方的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们也比较 自然就比较能够接受 只不过 对我们困难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这个道心 还有呢 这个中庸之道 你要调和则中 这个呢 好像 每个人的标准 可能又不一样 每一件 它不能够用黑白 文字黑白这样子写明的 OK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事物的时候呢 好像大家的 折中调和的态度 观点 作风 又会不一样的 所以呢 虽然这个人心道心上 特辑是 说得蛮 好的 我们听起来也可以接受的 可是真正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好像也不但能够 就是 很好的去表现出来 就中庸之道就好了 折中就好了 调和就好了 都好像讲是明白 可是呢 做起来的时候呢 好像很难做得到 所以这种人心跟道心的相对 到最后呢 因为道心太难理解了 有时候你会看到说 有些呢 就整个 东方的哲学的思想的发展里面 有些呢 就会偏向于太过偏向于道的时候呢 偏向于道心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又好像忽略了这个 人心和人欲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 理学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太过于不敬人情的一种 说法 主张都会跑出来的 所以东方哲学虽然好 虽然不错 可是呢 有时候操作起来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这样子的话 老师就认为说 也不大容易凸显说 人的特别的地方 当然站在佛教的角度呢 人的特别的地方 主要是要提到 要讲到说 他能够 他这个特别的地方 这些元素 能够帮助我们开悟 能够帮助我们成佛道 这个就是站在佛教要谈的地方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部分 但是先给大家了解 我们上个星期到底谈了什么 那么 西方神学谈完了 东方哲学谈完了 一些 从生理特质上去谈人 特别的大有人在 这个就是我们 要继续谈的部分 有些人会觉得说 人为什么是人 他从生理特质来讲说 人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 所以很特别 跟其他的众生不一样 但是从生理特质 你怎么讲都好 这个生理特质在怎么强 他能不能帮助你成佛道 这个又是一个 另外一个 大家值得思考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就是先给大家 做一个复习 为什么上个星期 我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好 那我们来继续 今天要谈的 从生理特质来谈 我们先请秀凤 师父 和菩萨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先 生理特质 有的学者说 人是有手的动物 人有两只手 可以做种种事 制造发明 实为人类的特色 有的说 人是唯一 被说话的动物 也能将自己的意识 发表出来 使他人了解我的一切 促成了人类文明的 互相传细 其他的众生 应生简单 所以有一些音号 能传达意识感情 但是模糊不清的 好 那你的关键值是 有手 有手 做种种事 做种种事 说话 然后说话 发表 就是 发表 好 发表 互相传细 互相传细 很好 就是这样 这边呢 是讲 这边呢 是可能要谈到的是人 他是人是因为有手 所以可以做 很多的事情 这个就是说 可以制造和发明 这个就是 第一期中一个学说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呢 是 讲说话 因为能够把自己的意识 承拔出来 然后呢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除了让人家 其他的人了解 我的一切呢 然后呢 这个也是 可能是一个文明的 那种互相 传达信息和学习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他这边呢 他就把一些 其他的众生 就是说他们可能 有这个声音 虽然有声音 他们也是有一套 可是呢 传达的 的 艺术呢 是 无不及的 这边呢 我是自己觉得 有好多 我不是很赞 真的这么讲 人是有手的 那有些人没有手的话 他也是能够制造 不是其他 然后呢 说话 这边讲到说话的 你不是疑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讲话 你不是疑 他们也有疑 他们也有疑 他们跟那些其他的话 那我是觉得 这边是 不是很延幻 就是 就是 怎么讲 以概论篇 论论权 这样子 这边 是说 生理 只是以生理的特质 来谈人 那我是觉得 不是 不但能凸显人的特色 对不对 这边就是这样 没错 当然 当然 很好 那么首先 你的理解 在这一段文里面 是没有问题 这是对的 然后当然 你的不认同 倒是在下一段落 也是有讲 就是同样 我们讲为人就好了 有些人没有手 他同样可以 有不同的 然后人的这种 生活的各方面的展现 那有些是 天生就不会说话 哑巴的 可是他一样可以 用其他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意识 然后对人类有贡献的 也有 所以 从这边 大家已经开始发现了 从这一段文里面 虽然下一段文 才会把老师 你认为的那种 你从圣课 只来讲不圆满的部分 讲出来 可是大家 读到这边 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说人 特别的地方 是因为有手 会说话的话 其实你心里面 都会觉得说 我不是很认同 这个很正常 很好 来 我们再往下看 来 我们请美娇 是的 这第二篇是 有的说 人是头脑 特别发达的动物 所以人的思索力强 鸟兽等的智力 不及人类 有的说 人是会用火的动物 将东西煮熟了吃 还能利用热力 去发动机器的 其他的众生 非但不能利用火 见火就吓跑了 这些都是人类 与众生不同的 但不一定构成 人类的特征 这个就点名了 三边的疑惑 继续说 我们这边 关键词是 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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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样 再从 圣理特质上去讲 对 还有就是 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 关键词吗 就最后的 那一个特征 人类的特征 人类的特征 这一篇就 火 火也是一个 这一篇就是继续 上面的那一篇 上面就讲说 人会有语言 人会有双手 那么这一篇 这一篇就讲说 人是有头脑 他的头脑比较发达 然后他会思索 然后会 他的思索力就会比 其他的动物 就是鸟 兽的 就 的智力更高 能够可以 就是有双道力 这个是说明说 人跟普通的动物 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不一样 然后他接下去说 就比如说人 他会 他也是会用火的 这个动物 会用火的这一个 资源 去 去 创造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讲 煮东西 煮熟的才吃 然后去发动机器 就是水蒸机 发动火车 这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 他不但会利用火 他也 这个其他众生呢 就 就没有这个 这一方面的子力 就讲到这一个 然后另外 还有就是 这个 其他所点名的 这两个都 这个另外加项的 这两项就是 人类为什么 跟众生不一样 当也 这个就 当他这边也说 也不一定构成 人类的特 就刚刚才所讲的 有些人可能 智力上还是有 不 不 不一样 不品尝 所以他一样 也是不能够思考 就像刚才 上一位师兄所说的 他们有这样的智慧 去 发动一个 去利用火的那种能量 去 煮熟东西吃 这个 这个是继续 上一篇的这些 讯息 谢谢 好 对 对对对 所以同样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老师的写法 现在我们要谈说 人为什么特别 人为什么殊胜 跟一切的众生不一样 说完了西方神学的 说完了 东方哲学的 现在就从 其他的学者的说法 你会看到说 老师就用说 有的学者说 有的说 你看用了四次 就是给我们看到说 大家都在努力的证明说 人很特别 人跟这个 一切的众生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然后呢 个人有个人的说法 第三个的时候呢 就讲到了头脑的部分 当然这个头脑的课题呢 到现在我们还在 人类还在努力的 在深入的研究当中 还有很多 很棒的成果 可能还会出来 这个会随着人的 这个什么呢 文明 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呢 会有更多的说法出来 那么 第四个就讲到会用火 那么 老师在这边讲说 人类 因为有这 刚才上面讲的 这四个课题 不同不同的说法 确实是说 人类跟其他的众生不一样 然后确实有带出这课题 但是呢 还不一定构成人类的特征 这个特征就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我们的特圣的地方 我们的特别的地方 我们的殊胜的地方 它虽然跟 其他众生身上 可能没办法做到说 用头脑 然后善用火 用手会讲话 其他众生 这些方面可能比不上人类 但是 它还不是 我们 被称为人的一个 关键的地方 或者是 值得引以为傲的地方 所以还有一些 更 细 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特圣 不成人的特征 人之所以为人 这个元素 这个还值得我们深入的去看 好 我们来往下 来我们请美军 是 一样的能读字 写字 会做种种事情 自以火 不过是有人类会利用火 并不因为能用火 所以成为人 关键实施是 没手 然后 人的特性 然后 哑巴 哑巴 做种种事情 然后 化 化 没有 人类 然后 暂时是这样子 一点 因为 沿街上题 它说 有这个 不一定构成人类的特征 因为最近 从报章上呢 有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说 有的人 生下来没有手 但是 他会用自己的双脚 来做 过呼吸 踏感情 而成为一名 营业师 这个 这个动作 显示是 人的特性 虽然他没有手 但是 因为是人类嘛 他会用他的双脚 来去做种种的事情 所以 这个就显示到 人类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 这是其中一点 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呢 是 哑巴 哑巴是 虽然他是一个人类 但是他是 有生 居然是不严满 是一个哑巴 他没有 不能说话 但是 他也一样能够读书 写字 会做种种的事情 因为 他虽然不会讲话而已 可是他有手啊 他有手 他可以写日啊 他有耳朵 他可以听啊 他眼睛 会看啊 所以 他还是一样 可以做 很多 事情的 这也是属于一个 人的 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跟其他众生 是不一样的 然后 有关于火 是 是人类有手 有头脑 会思想 会利用火 来去 做 东西 比如说煮菜啦 烧东西啊 这些 但是 也不能因为 火这个出现 能 然后 这个火的原因 才认为说 人类是 可以做的 因为有火的出现 所以 我们 人 才会成为人 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 因为 他跟其他的众生 也是有一些 对比 不一样的 从这个文里面 所以他 这个 还是 把人类 也有 讲到 不 不圆满的地方 还有 他有特别指出来 人的特性 就是 虽然没有 这个以上种种的 这个文庭 没有手 还是会 用他的脚 做其他东西 这就是 人的特性 这三个 三个 提文 是显示 不一样的 人类的 特性 是 所以 这是 很好 很好 所以 你的情况 是你理解 但是有时候 在表达的时候 可能 就是 不能够 很 圆满的 去表达出来 不过没有关系 但是 是 不错了 从 从不 不敢 到 敢敢讲 到现在有进步 这个是很难得 所以总之 你要记得 就是 继续学习 我们就是在学习 如果说 有人认为 说 明白 我明白 就是说 你都 就是很努力 有去尝试 把它 讲出来 没错 很好 如果有人说 这个手 可以凸显 人的特性 的话 那么 导师就 讲了 当时我看到报纸 没有手的人 一样 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你不能用手 来展现 人的特性 你说 用说话 来展现 人的特性 一样 不行 为什么 一些哑巴 他一样可以 活得很好 活得很有意志力 活得 整个生命力 比你还强 所以 不是说 说话 就能够展现 人的特性 不是说 有手 就能够展现 人的特性 同样的 也不是因为 有脚 就能够展现 人的特性 这一点 大家也要注意 所以人的特性 人的特性 一定还有 它 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地方 为什么 我会被称为人 并不是因为 我有手 我有脚 我会说话 就是因为 我这样子 就是 哇 我就是人 不是的 一定里面还有 那些特别 大家值得 大家注意的 用火 这个课题 也是一样 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会用火 就能够 凸显人的特性 然后 佳佳在 这个 我们的 这个留言处 也留言 就以前人讲 是用火 现在人可能 用电能了 未来也不知道 又会发生 就是发明出 新的什么东西了 所以呢 不能够 专用 会用火 就能够凸显 人的特性 所以人的特性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它 它的特别 它维系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 不能够 单从这些表面 有手 有脚 会说话 或者是 会用火 就彰显人的特性 还不够 还不够 好 来往下 我们再往下 我们请 陛下 人的特性 当然从 有手 可以说话 脑 随大 能用火 能创造 去 能创造 去 能创造 去 去 等 表现出来 但人类 根本的特色 不如说 是人类的文化 生活 非常发达的 意识活动 活出人间 人生难得 可显出 在众生中的地位 这在佛法概论 人类的特色中 依佛所说 人类具有三四 不单超过了鸟 兽 虫 鱼 还超过了天上 三四四 意念胜 犯恨胜 勇猛胜 我的关键词是 人类根本的特色 第二行是 人类根本的特色 文化生活 文化生活 意识活动 意识活动 就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的特色 就是这个意念胜 万恨胜 勇猛胜 就是在这里 有说到说 导师有说到说 这里人的特性 当然有说到说 我们人就是有手 会说话 我们的脑水大 我们能够用火 而且我们也能够创造 这种 戏剧等 都表现出来 但是这个也是 人类根本的特色 所以我所了解的 就是说 虽然说 从以上的来看 这些都是 人的一种特性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 都是我们人的一种 一种本能 就是说 本来我们 虽然说我们没有手 但是我们会说话 而且 其实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的人的一种 一种 人的根本的特色 本来我们都会做到的东西 但是导师在这里呢 也强调的说 就是说 不如说 我们人类的文化生活 非常大大的意识活动 其实 这个导师呢 也在这里呢 所带出来的 是说 我们人 就是说 我们人有 本来我们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特色 其实也是 应该说 是我们的意识活动 我们可以从 我们的一些 文化生活 比如说 我们从 我们去 读书 我们阅读 我们 就是说 怎么讲 就是说 我们能够 所把我们 所听到的 所 所看到的 或者我们的经历 所经历过的东西 这些呢 都是已经 成为一种 记忆 就是把它 含残在 我们的意识活动里 所以我们有了 这种记忆 那我们就是会 这些记忆呢 我们所 学习到的 我们不会忘记 而且我们也会从 这样子的 一个 学习中 来 怎么讲 就是 发挥我们的潜能 其实这个也就是 我们意识的 意识的活动 在作用 也就是说 意识我们可以 有一种 我们可以感知 我们可以去 有这个思考的能力 我们也懂得去 分辨这些善与恶 然后 其实在这里呢 接下来就是说 活出人间 人生难得 可显出人在 众生中的一种地位 那么导师呢 也在这里呢 在这本 这个 导师的著作 这个 佛法概论中呢 有谈到 这个人类的特色 就是说 活出人间 活出生在人间 而且呢 也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说 我们以众生 其他众生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人 人生难得 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我们人类的 特色的地方 那么 我们有 智慧 而且我们有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有 这个意念圣 幻恨圣 勇猛圣 那么这三世呢 我们是超过了 这些动物 还有超过了 天上的 我所了解的 是这个 师父 很好 很好 很努力的 去表现 表达 那你用了很多那些 很不错的语词 比如说 本能 学习 记忆 思考 这些都是 很有意思的语词 好 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它是这样子来理解 有手 然后呢 可以发出声音 然后有这个 比较大 比较发达的 这个脑锤 然后 会去善用身边的一些东西 OK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陛下是有提到 这个是一个本能 但是 但是不能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手可以抓东西 有这个舌头 口可以说话 的这样子的一个本能 而凸显人 不能够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只是本能的话 它还不能够真正凸显 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别的地方 这个本能呢 要加上什么呢 要加上意识的活动 OK 这个本能要加上意识的活动 你有这个本能 有手 可以发出声音 可是 你要有这个意识的活动 那你才能够凸显出自己 之所以为人 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这个意识活动 是包括什么呢 其实这个意识活动 就包括了 刚才 陛下所提到的这些语词 我们 可以用我们的意识活动 去学习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识活动 去记忆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识活动 去思考 所以光有一个本能的话 你不愿意学习的话 我跟你讲 你光有会发出声音的那一张嘴 可是 这个是本能哦 但是你 一直都没有想要学习 那么 可能你活到30岁 40岁 50岁 你也只会 啊啊啊 这样子而已 就因为我们不只是 本能上会发出声音 我们 还有这个意识活动 我愿意去学习 我愿意去学习 你看我们从小 你回想大家 小时候 你父母 或者你的老师 怎么告诉你 A for Apple B for Boy 你一直这样子的 这种学习记忆 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活动 就因为 我们愿意去用 应用 人啊 每一个人 愿意去 应用这样子的一个 意识活动 去记忆 去学习 甚至去思考 这个错了 被打错了 然后这是犯错 或者是这一个 这次考试考得很低 分数 你思考 反省 然后呢 再加强学习 再加强你的记忆 这个时候呢 这种意识活动呢 就会充实你的本能 而让你变成说 哇 你的手 本来只是会拿东西的 现在 哇 可以用来插花 可以用来做布置 变成是 不只是普通的手而已 是巧手 这个巧手 是透过 学习记忆思考的 意识活动 展现出来的 本来只是会这样子 这样 发出一些声音 RUAL这样子的声音而已 可是透过 这个 意识活动 去学习 去记忆 去思考 这个本能的 RUAL这样子的一个发音 最后呢 人透过自己的意识活动 变成是 哇 演说家 变成是会唱歌的 变成是 可以善用他的语言 来开导别人 来安抚别人 你看 他的本能 再加上 人的意识活动的话呢 哇 他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人的特色 不只是在于 本能的东西 而是在于 他有这个意识活动 而凸显了 人的根本特色出来 因为有这些意识活动 会学习 会记忆 会思考 这个都是很好的语词 这些都是 意识活动来的 就 给人类 慢慢的添加了 多知多彩的文化生活 这个就是 人之所以为 人的特别的地方 你看 这个 花 各种各样的花 我举个例子 各种各样的花 在路边 这边长 那边长 春天来的时候 这边开花 那边开花 这 普通一般的动物 他们 知道有这个花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人呢 就不一样了 他看到这边 春天来了 这长这个花 紫色的花 红色的花 蓝色的花 那这个大的花 小的花 怎么样的花 人呢 就会去 怎么样呢 用他的意识活动 去思考 这个花 我可以拿来做什么 我可以采采采采 采下来呢 来布置我的家 这个时候你看 插花就变成一种 文化生活出现了 然后插花 这个文化生活 以前是有什么花 我就采什么花 这样子一堆 然后放在家 可是现在你会看到 说这个文化生活 不断提升 有什么呢 中式的插花 日式的插花 禅式的插花 然后呢 西式的插花 就各种各种不同的文化生活 就透过人的学习 记忆思考 长在路边的一堆的野花野草 就这样子呢 被人类的意识活动 去善用他的手呢 他形成了文化生活 同样的文字上的东西 人透过学习 透过记忆 透过思考 就像我们 大家回想一下 很多可能一开始接触佛法 三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共修活动的时候 我开始都觉得很难 可是慢慢的 你会看到自己的 这一个什么呢 这边讲文化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 自己 佛化 你慢慢佛化了 你的生活慢慢佛化了 越来越有佛法的味道了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 也是一样 透过学习 透过记忆 透过思考 哇 每个星期参与共修 每个星期这样子 阅读分享 阅读分享 以前对佛教的认识呢 可能只是以医师上拜拜而已 可是这样两三年下来 你看到你自己 除了本能上 懂得这些文字了 而且再加上你继续的 这个应用你的意识活动 深入的学习佛法 我去读圣言法师的文章 去读应顺老师的文章 这样子学习 这样子记忆思考 你会看到 哇 以前整个佛教对你来讲 可能是一种仪式的东西 神秘的东西 或者是拜拜的东西 可是呢 经过两三年这样子 大家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累积的话 你会看到自己的生活 慢慢的在提升 这个就是人类的person 就是有这个意识活动 那么 学佛的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 我们向佛学习 佛陀这个人物 他不是从天这样子 蹦掉下来的 不是 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所以才讲到有佛处人间 佛 释迦太子 在这个人间出现过 所以就有了这个佛处人间的概念 所以 我们的释迦太子 后来修行成佛 他是从人开始 这条路 从人开始的 所以人生真的很难得 从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看到说 跟其他道的众生比起来 人在众生中的地位就凸显了 那为什么能够凸显 你才记得 要回到这个意识活动的部分 我们能够学习 不懂学 这个人插花插的那么美 我跟他学 这个佛法那么好 修行这么好 我跟他学 在学的过程当中 难免有时候会忘记 但是不断地经过记忆思考 越学又越好 这个就是人特别的地方 那么 这些特圣 这些意识活动 如果要真正讲起来 它到底是哪些呢 其实就是三个很特别的 就是意念圣 范形圣 勇猛圣 大家要记得 意念圣 范形圣 勇猛圣 现在可能你一开始 还不知道它里面讲什么 但是你要记得 首先你要记得 这个什么呢 它指的就是 意识活动来的 简单地说 它是意识活动 但是详细地分起来 我们有三个不同 很特别的意识活动呢 是超过鸟、兽、虫、鱼 而且还超过天上的天神 我们有意念圣、范形圣、勇猛圣 这三个很特殊的意识活动 让我们凸显 人之所以为人 所以这一段里面 先给我们看到 意识活动的重要 人的根本特性 在于意识活动 接下来我们才会慢慢地 一个一个地去弄清楚 意念圣是什么 范形圣是什么 勇猛圣是什么 这种种的意识活动 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我们 能够从一个凡人 能转成一个觉悟的圣者 好 所以我们就 我看一下时间 好 我们再进行 可能我们没办法谈完意念圣 不过我们看我们能够进行多少 大概就进行个十分钟 好 我们就开始进入了第一个意念圣 好 来我们请 朱娟 好 我没听说 意念 莫娜沙圣定义 莫娜沙即人的范语 与莫娜 莫娜就是义的同语 人能思维分别一切法 意念过去 必须未来 认识现代的都在意识中平和不已 人类具有这些量的作用 固然能使人作恶 而人类一切优良的 知识文化都是从此而发生出 在周深中人的思想最大的 我的关键是十年 莫娜沙 莫娜沙 莫娜 莫娜 思维分别 思维分别 思量 思量 思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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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就是说两个一样的。 但与莫无相,即思考者, 既有表思考之意的动词与跟满颜色。 我的理解是莫纳善就是人, 莫纳就是义。 所以这两个人和义是一样吗? 他的语根,同语在这边是指的, 他的语根,他的词根。 巴黎文也好,梵文也好, 或者是西方的这种文字也好, 他不像我们中文的方块文字, 他们是拼凑的, 所以他们会有词根。 他说莫纳撒跟莫纳, 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词根, 都是从man, manusah, manusah, 这个是manusah,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开始, 他的词根都是man, 意思是这样子, 同一个词根, 那这个man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请你继续。 就是思考的意思。 对,没错。 然后呢, 人呢, 人呢, 能这个思维分别一切。 我们人的出生, 我们能做的东西啊, 就是能意念过去。 就像刚才陛下师生有说过的, 学习的东西啊, 我们所理解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拿回来, 再回忆, 然后再用在当下, 或者是以后的事, 我们就会有一个, 先入为主, 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就会有那个, 有可能会先入为主。 有可能会先入为主。 好, 然后呢, 再可以呢, 我们用这些知识呢, 还可以预期未来, 或者是认识现在的。 然后呢, 我们这些所学习的, 任何的这些语言啊, 文字啊, 或者是名像的, 会在我们的这个意识中呢, 一直来回。 就是一直一直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那可能有时候会深一点, 有时候会浅一点点, 就是有些是比较不幸的, 有些是比较表面作用这样。 然后呢, 人类呢, 就具有这种质量的作用。 然后呢, 这些所谓的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意识中, 会也能使我们作恶。 然后呢, 人类呢, 一切优良的知识文化。 那它也有两个方面的, 就是它可以是恶的, 它也可以是好的。 那这些呢, 也就是我们的知识文化呢, 就是从此而发展出来的。 然后在众生中呢, 就属人类的思想是最发达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我们的以前以前的祖先也好, 到直到现在, 现今的人类也好, 都一直一直在创造新的东西, 在发明新的东西。 对, 这是我的理解。 非常好。 所以我们终于进入到三特圣的第一个特圣了。 三特圣的第一个特圣呢, 指的就是这个意念圣。 那意念圣是什么意思呢? 意念圣, 其实它来自于, 莫娜撒这个词。 莫娜撒。 那么, 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哎, 对我们来讲就更容易了。 为什么呢? 你一看到莫娜撒, 莫怒撒, 或者是莫娜撒也好。 原来, 梵语就是马路亚。 马来文就是马路亚。 你看, 所以马来文, 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文呢, 其实如果你要找回它的根源的话, 它是跟梵语, 巴黎语是非常相近的。 你看, 马路亚, 我们用来, 学过马来文的人都知道, 哦, 马路亚就是人。 为什么用马路亚, 说是人? 我们从来从小没有去, 去思考过。 我们只知道说, 马来文这样子教, 马路亚就是人, 人类, 人类是什么? 人类就是马路亚。 我们只是知道这样子而已, 没有进一步思考。 可是如果你学梵语的话, 你就知道了。 原来, 他为什么会被称为, 这个人为什么会被称为马路亚? 原来跟这个, 词跟MAM, 或者是Manas, 是有关系的。 摩纳, 是有关系的。 摩纳是什么意思呢? 摩纳, Manas, 或者是那个词跟MAM, MAM, 它其实是思维, 它意思是思维, 分别, 施量, 或者也可以叫思想。 这个是它的特别的关键词。 所以, 人, 为什么会被称为人? 它特别在哪里? 它特别在哪里? Manasia, 为什么会特别? 人类为什么会特别? 哦, 原来, 从词跟范语的词跟里面, 你看出来了。 哦, 原来它会思维, 它会做种种分别, 它能够施量, 与种种的施量, 施量就是考量, 考量, 这个要做吗? 该做吗? 不该做啊?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做? 施量。 哦, 当你施量的过程当中, 你就自然产生很多的思想。 哦, 原来, 人跟一切众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你看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做这些思维分别, 施量, 思想。 那, 思维分别或施量或思想呢, 就会牵扯到三个时段。 三个时段, 很自然就会掉入时间上去思考, 会意念过去, 然后会预期未来, 会认识现在的情况。 啊, 这个就是我们人跟一切众生呢, 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特色的地方。 就像刚才, 呃, 秀娟用了一个语词, 当他看到, 哎, 思维分别的时候, 他想说, 哎, 我们会意念过去, 哎, 那我们会不会, 有, 那种, 掉入自己的, 主观意识的那种, 呈见里面。 你看, 这样, 我们当, 我们当, 我们会自然的这样子想说, 哎, 我在用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不会先入为主? 我会不会掉入我的那种主观意识里面去看这件事情? 从这一点里面呢, 从这一点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 你是一个人, 活生生的一个人。 所以, 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 只是停留在过去, 掉入自己过去的成见, 有那种一层不变的那种见解。 那, 那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只是, 只是意念过去而已。 用过去的想法, 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就认定一定是这样子。 是人, 没错, 这个会意念过去已经算是可以表现是人了, 但是还不够好。 为什么呢? 因为少了什么呢? 少了认识现在。 现在的人很多时候呢, 就是少了这个部分。 总是喜欢, 或者是习惯的, 用过去的那一套想法。 但是今天你读了这一篇呢, 你就记得, 我今天会跟一切的众生不一样, 我不只是会知道我的过去, 或者会善用我过去的经验。 我还要记得, 我还可以要认识现在。 哪一些想法, 哪一些做法, 在过去是行得通, 可是现在已经行不通的, 那你就要做调整。 你这样子的话, 才真正发展出一个人的特性出来。 所以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人, 有这个特性, 人之所以有这个特别的地方, 殊胜的地方, 就是这个一年整, Manas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呢, 刚才讲了嘛, 我们会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如果常常在这个经验里面发现说, 我每一次这样子做的失败, 每次这样做的失败, 那么你大概可以预期一下你的未来, 如果我调整的话, 可能我会成功。 你看, 这个就是在思维分别当中呢, 去发挥了。 所以很多方法, 很多修行上的东西也好, 修行上的方法, 或者做事上的这些做法, 你每一次都是用同样的方式, 然后你发现说每一次都失败了, 没有成功, 没有胜算了。 不妨发挥一下人的特色, 也就是你的Manas的部分呢, 过去都已经, 每次都用这样的方式都失败了, 为什么不要改一下? 你是人呢? 你改一下, 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未来。 所以这个都是要透过认识现在, 现在的状况, 然后去发展出来。 所以人会思维分别, 人会有这些种种的思量。 然后讲到思维分别, 讲到思量的时候呢, 老师在这边也提醒我们了, 这个思量呢, 有这个作用, 我们有这个思维分别, 有思量这样的作用呢, 确实是人的特色, 但是还要看你用在好, 还是用在坏的地方。 用在坏的地方, 比如说你本来是想说我要偷人家的东西, 按照过去的经验, 这样子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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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失败。 好, 我现在用我的Manas, 我的思维分别, 我要改变我的偷的技巧。 认识到自己每一次都失败了, 然后再做一些调整。 你看, 用在坏的地方呢, 就会呢, 变成呢, 哇, 做恶多端的人。 这个就是人。 其他动物可能就单纯的很多了。 可是人呢, 因为他的思量, 他会思量, 他会意念过去, 预期未来, 甚至现在, 他会这样子不断的在应用, 在意识当中营绕, 会让他越来越有文明, 或者会让他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越来越成功。 他就会透过这种, 在意识中的营绕, 或者是营回不移呢, 然后让自己呢, 成功。 但是他成功的东西是, 成功在好的东西, 还是成功在坏的东西。 成功在坏的东西呢, 就是在做恶方面的。 但是同样的, 有些人呢, 他就会把这个思量思维分别呢, 用在好的地方。 开发自己的智力, 开发文化, 这些东西, 让整个社会的生活各方面更好。 所以从这一点, 从这一点呢, 我们就看到说, 人跟其他众生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希望今天呢, 你就认识到, 每一次讲意念生, 意念生到底是什么? 死背的, 要记得意念生。 今天我告诉你的, 不是要你死背, 而是要你记得, 我为什么被称为, 因为我可以思维分别。 我会透过意念过去, 预期未来, 甚至现在, 这些意识中的活动, 然后呢, 往好的方面去发展。 那你这个人呢, 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圆满。 同样, 如果你今天用你的思维分别, 在坏的方面呢, 你可能会从小贼变大贼。 从一个, 一个什么呢? 本来, 就是, 就是, 做一些小恶的, 最后变成是一个, 做恶多端的人, 都可能的。 这些都是因为意念生, 因为这个, 的作用, 思想上的作用。 好, 那我想,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好了, 这个意念这个部分呢, 意念生的部分呢, 其实还有一些些内容呢, 值得我们去再做一些联想。 但是我想说, 在讲下去可能也会太多, 时间上就会用到很多, 不然就会讲得太急。 好, 我们今天就先, 有了一个, 算是一个, 稍微让大家, 终于尝到了, 什么是三特色的其中一个特色呢? 它里面还有一些内容, 值得我们再深入的。 我们就先谈到这边, 今天先谈到这边。 那么, 会让, 线上的同学呢, 做他们的这个, 心得的分享。 他们的收获, 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哪一句话, 让他, 哇, 恍然大悟, 或者是, 哇, 非常有心得。 那么, 其他在线上的同学, 你们没有开麦讲的, 麻烦你们, 就是善用一下这个留言处, 写下你的短短的心得。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不要吝啬你的法的分享。 用这个键盘, 哦, 分享一下你今天的收获。 好, 好, 来, 我们就请, 呃, 欣瑞法师可以讲话吗?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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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好好, 来,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今天的学习就是, 意念圣。 意念圣的内容哦, 之前, 嗯, 感觉的, 讲到意念圣的时候, 都觉得里面都是好的, 但是, 其实有谈到, 呃, 要, 还是要小心哦, 因为我们人有自为分别, 然后, 会做种种的思量, 但是我们会, 往坏的方面去做, 的话, 就, 嗯, 就会很严重哦, 然后, 要觉察啊, 要觉察。 嗯, 然后也会常常, 意念只是掉入, 意念过去啊, 就是, 呃, 呃, 才讲话, 主观。 我们的成见哦, 就, 先入为主的观念。 先入为主。 嗯, 先入为主的观念啊, 然后, 给人一个标签, 标签人家, 嗯, 嗯, 没有至于, 注意到现在。 就会用这个标签来看, 对, 看人, 然后, 没有看到我现在已经, 有什么改变了。 嗯, 就这样子。 对, 对, 这个是很好的收获, 就是让你看到说, 意念圣, 不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名词, 原来它有这么充实的内涵, 是你可以用在你的生活去做含行的。 你只是意念圣, 只是用在意念过去不够的, 那不是一个很完整的, 或者是很完美的人生。 哦, 因为, 你只是意念过去的话, 那可能就是, 刚才讲的, 先入为主的观念, 或者是一成不变, 哦, 然后呢, 思想守旧, 有可能。 虽然你有发挥你的, 这个什么意念圣, 但是, 只是停留在过去不够。 或者是整天在预期未来, 也只是猜想, 认识现在,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今天大家呢, 应该在这边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原来你的意念圣, 更要重视的就是什么呢? 认识现在。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人为什么要努力的学会活在当下? 其实你看, 意念圣的认识现在, 就是帮你, 能够去发现到, 要学会活在当下。 我会不会只是掉路在过去而已? 或者是我会不会只是在猜想未来而已? 这个就, 当你去善用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意念圣这个词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好, 来, 我们请新进法师, 你的收获是什么? 听到吗? 师傅? 听到。 今天学习到的就是, 人类的特性来讲, 就是我们人有手, 有头脑, 可以发明东西, 也可以思考。 但我们如果能善用我们的本能的话, 我们可以做种种的好事, 比如说, 艺术方面啊, 从这个文化生活里面去学习和记忆, 思考种种好的东西, 能发挥出来, 而且能发明很多东西。 但这个都是在佛教里面, 在佛法, 这里有谈到的就是说, 佛出于人间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人生难得。 那在佛法概论里面, 这里有谈到人的有三特性, 这个特性里面今天所学到的就是意念圣, 意念圣的这个莫纳, 就是马鲁撒这个意识的思考, 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思考的记忆里面去, 作为我们人的一个特性来讲, 我们有记忆, 我们能将这个思考啊, 意念过去和未来, 你现在如果从这里, 我们的意识活动里面, 能发挥用善的思考去作为我们的, 现在的本能的话, 和作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话, 那是有利益的。 如果说我们去造恶的话, 对我们无益, 而对世界无益, 也对众生无益, 今天所学习到的。 很好啊, 那么你提到人生难得吧, 所以以后人家再想说, 学佛法有什么好啊, 除了你们会讲说人生难得以外呢, 这个人生难得里面的更深入的内涵就是什么呢? 人生为什么难得? 因为人可以有这个意念圣, 今天你学习到了, 人可以有意念圣, 可以好好的反省他的过去, 预期他的未来, 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够认识现在, 哪里有什么不圆满, 哪里有什么要调整, 认识现在的状态, 然后做调整, 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修行方面, 人之所以难得, 人之所以特别就在于这个部分, 一年生的这个部分, 今天的, 好, 来我们再请秀凤, 你这些收获是什么? 秀凤, 今天呢, 其实收获是, 我就是第一, 总算是MED, MED这个字的, 那个人员, 原来是跟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Mindu上, 然后呢, 这些呢, 我是觉得, 人, 就是说最主要的是识文, 这边我有一个疑识就是, 其他的动物是不是也有这个, 议念, 他们也是会议念过去, 好像有些狗, 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 那种意识, 就是, 可能他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 develop的这样吧, 然后呢, 这是在讲, 他是说, 在众生中, 人的思想最发达, 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 其他的众生, 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思想, 就是说, 这个意念, 就是人类可能是, 比较发达, 是最发达的啦, 这边, 我这边就是, 一个疑点罢了, 然后呢, 这边呢, 就要听到说, 我就说, 我们是觉得, 既然我们有了这一个, 认真, 好不容易, 就是人生难得的, 我们有这一个, 这一个意念性呢, 这是能够呈现其后, 就是说, 过去的, 虽然, 我们讲是, 不要活在过去, 最好是活在高下, 不过呢, 过去的, 也是, 我们, 也是可以绑成是一个, 历史啊, 或者是一个, 一个, 怎么讲的, 教训, 一个教训, 对, 对,对, 我们是一个教训, 然后呢, 就是从错误中啊, 我们学习, 或者是, 从好的, 好的方面, 我们还可以就是这样延续, 然后呢, 不好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 有一个能够有办法求证过来, 然后预测未来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错的, 就是, 我们, 至少我们, 以后, 我们要往哪一个地方去啊, 要往生哪一个去啊, 就是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 有一个期许, 就是说, 至少希望在明天, 然后呢, 当然啊, 活在当下是最, 最主要的, 因为, 只有你现在才改变, 就是, 今生不多, 你要更代何生, 就是说现在, 就是, 我们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 过去, 虽然是过去了, 可是呢, 也有一些值得学习的, 然后未来呢, 也是有更大的期望, 然后呢, 这个是比较积极的, 就是, 我们这条, 很可行的, 就是, 我们觉得说, 还有, 还有那种, 意识, 就是说, 我们可以知道, 最要紧就是, 起行动面, 我们的起行动面, 我们都要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说, 那个思考, 最要紧就是说, 我们要, 呃, 就是, 要紧紧抓着我们的, 呃, 我们的, 最主要的紧紧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呃, 的, 因果报应, 然后我们的这些, 前因后果, 那我们的, 这样才能够, 啊, 活得比较自在, 比较有意思, 啊, 比较有一个,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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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所以你后面的说法, 你后面的分享呢, 其实也回答了你前面的问题, 哎, 为什么, 好像有些狗啊, 海豚啊, 他们的思考, 思量也不错啊, 但是你刚才后面已经讲了, 我们人, 还是比他们的殊胜的, 一些地方就是说, 我们甚至可以鞭策自己, 善用我们过去的经验, 然后呢, 去预期说, 我未来是要往生哪里, 狗他们会思量, 海豚他们可能也, 在思量方面, 思维方面也不错, 但是呢, 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就, 比人还逊色一点, OK, 然后当然人的特性, 不只是意念胜而已, 我们还有其他两方面的, 比如说, 半情圣各方面嘛, 对不对, 所以, 当然你, 你只要稍微, 刚才你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然后呢, 你后面, 你稍微连结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已经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了, 已经很好的回答你自己的疑问了, 应该可以帮你打破你自己的疑问, 你的疑问可以透过你自己的分享里面打破了, 好, 来, 我们请美娇, 美娇,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长,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两个星期的课, 就是在, 就通过其他就是东西方的一个西方的神学跟东方的哲学来, 就是知道他们, 然后就了解, 然后再检讨出他们之中的一些不严满的地方, 那么其中西方的神学里面它考虑的是灵魂跟体, 那么这里他, 在西方的这个神学里面他们也强调说, 只有神性才让我们, 才让人去重生, 然后, 可是在偏向于这个灵的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有排挤其他的那些宗教或者派系, 那么接下来是, 都会认定自己的就是圣灵, 别人都是邪灵那样子, 自然的, 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么东方的哲学里面, 虽然是道心跟人心, 大家都, 道心会微妙的难明, 但是人心会危险的难安, 那么在这两个之中, 我们必须取一个中庸之道, 那么这个中庸之道也有不圆满的地方是说, 虽然是这样折中去调和, 但是还是因为有不同人嘛, 有不同的观点能处理的方式, 还是不一大道, 不偏不移的那种, 那种还是有差别, 还是很难。 非常难。 那么接下来就谈到这个, 其他的学者所讲的这个人的这个特征, 虽然是我们人有, 我们的特性, 不是我们的特性, 就是我们的, 身体上我们会有, 有双手, 有双脚, 然后我们有, 有脑, 有灵活的脑, 头脑, 可是, 也懂得怎样去应用, 我们的那个, 那个, 知识, 可是在, 在这整个的本能, 这个人的本能之内呢, 他还是需要, 意识的活动, 去, 去, 去达成这个, 意识的活动,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意识活动, 这个意识的活动就包括了, 有三个就是意念圣这个, 还有这个防恨圣, 跟这个, 永稳圣, 那么今天所谈的只是意念圣, 那么他是, 促进我们人去, 去学习, 去思考, 然后就充施我们的本能, 在, 人的思维分, 人的思维分别法, 就把过去, 现在, 和未来, 在这个意识中, 会消化, 会消化, 然后会适量, 而做出一个新的作用, 一个新的作品, 一个,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人的思想, 最发达的, 这个, 那么就帮助了, 帮助了我们人类, 能够, 不断的进步, 这个, 可是在这一个, 这个, 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非常小心, 就是想说, 我们会, 我们会思考, 我们会消化, 然后我们会做出, 新的一个, 一个, 不一样的, 新的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 是, 是, 往着不好的, 那个方向跑去,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决计的, 这个是我, 我今天的, 今天所得, 好, 嗯, 来, 我们再请美军, 美军,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是, 师傅, 今天学习到, 分别到人的特性, 是什么, 啊, 从不同的写者说, 人是有手, 的动物, 会说话, 会有头脑, 然后会用, 利用这些, 种种的, 这个, 方便, 来去完成, 一件事, 啊, 这个是, 因为人之所以是, 会有, 有, 这些, 啊, 这些的东西是, 因为人是, 根本, 是有, 他自己的, 呃, 人类的根本, 他的本能, 然后我们利用, 我们这些手啊, 口啊, 头脑啊, 来去, 产生, 有, 有了这些, 才会产生这个, 呃, 思考, 然后, 才会有这个, 意识的活动, 去学习, 有这个,呃, 呃, 去思考, 这都是, 人的, 本能来的, 那么,呃, 呃, 因为, 因为有了这个, 才会, 让我们的, 生活更, 加变得有这个, 呃, 佛化, 因为我们会思考, 会有这个,呃, 行动, 然后, 这样子的学习, 然后, 这边,呃, 呃, 来到是, 最后是,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我们人生难得, 因为我们, 除了有这些, 意识的活动, 但是, 我们最,呃, 最,呃, 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了这个, 这个, 莫纳圣, 这个莫纳圣, 就是这个意念, 因为有了这个意念, 我们, 才会有这个, 利用, 才有这个头脑的, 才用, 去思考, 去分别, 一切的东西, 包括, 过去, 未来, 还有, 现在, 但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们, 有了这个, 这个, 莫纳圣呢, 这个, 这个, 我们才会, 呃, 时常的去考量, 去思考, 自己所做的东西, 呃, 对于未来, 是否是好的, 还是坏的, 就好像我们是, 所学佛的, 呃, 就利用, 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去做善, 我们就知道, 以后我们, 的, 果报是什么, 那么, 那么, 就算我们现在, 有起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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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的思考, 呃, 思想, 或者是行动, 那么, 我们也会, 真是我们这一刻, 已经生起了, 这个不善的动念, 所以, 人之所以是很, 特别, 很有他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其中这个, 这个, 意念生这个东西, 啊, 其他, 然后, 才会, 在, 呃, 思考上, 思想上, 才能够有进一步的, 呃, 发, 发达, 这样子, 嗯, 嗯, 这边, 嗯, 谢谢, 来,我们请陛下, 陛下,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嗯, 今天的收获, 啊, 也就是, 有提到刚才, 师父有所提的, 啊, 呃, 人有这个三特圣, 那么, 呃, 呃, standards, 其实我们人特胜之处 我们人有特别之处 还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所以呢这些呢 就是刚才师父有提到的是说 我们跟这个西方学 神学 还有这个东方哲学 所要来谈的人呢 其实是跟我们佛教呢 都是有不圆满之处 因为就是从 今天的学习中 就是从其他的学者说 可能我们就是 我们只是说 如果是说 以这个 我们说我们人 就是只是说会说话 会用这个火来煮 这个事物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人的本能而已 如果我们没有去发挥 我们的潜能的话 我们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去学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佛教所讲的 一种特胜之处 就是我们有这个特别强调的 就是导师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意识活动 所以 我们有这个意识活动 所以我们人 就是有 不同的一种特胜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 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 就是还有这个 我们在众生中 我们人的思想是最发达的 所以我们人特别之处 就是说我们能有这个 这个 三特胜 其中的一个特胜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意念圣 那么意念圣呢 我们而且我们也是说我们人有智慧 而且我们人 我们人生难得 而且有这个可贵之处 所以我们人 我们懂得去 去思考 我们有这个思考能力 我们有这个感知 所以我们有这个分别 那么从我们的学习到呢 我们去可以说去发挥我们自己的潜能 所以尤其是刚才师父有提到的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意念圣 尤其是我们这个 可以认识到我们现在 而且我们活在当下 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意念圣 去思考我们的人力 去分别 然后去学习 那么去发挥我们自己的潜能 这个就是我今天所学习到的 很好 来我们再请 最后请秀娟 秀娟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 啊 是 今天说过的是那个意念圣 就我们会有意念过去 以前未来 我们会认识现在 然后最近呢 生活上呢 就会跟孩子顶嘴 所以这个是活生生的生活例子 就每一次孩子顶嘴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很鲜入为止的 那个依旧在 就是觉得孩子就是完美 这孩子是坏蛋的 然后呢 就会慢慢衍生哦 到最后就是两方面的不欢而干 然后你关你的方便我关我的 或者是父母的心情也不是很好 一切也不好 也很错 那样的 然后就觉得 怎么每一次都是在重复 又重复同样的东西 然后直到 啊 就最近啊 今天啊 就就会觉得 呃 我是不是用这方式 是不是就错了 为什么每一次他一发脾气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哎 就是他 那 当下就会觉得 哎 那那我就会提醒自己 其实每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一次 就上次放脾气和这一次放脾气 也有不同的因缘成就 那么呢 近三次进来之后呢 就会觉得 哎 自己也不用去责嘛 就是用啊 比较少的仪器 比较温柔的仪器 以爱出方 为出方点 那就是要去责备好 这样 不要 就就父母都会有 我不知道 只是每个父母都会啊 但是至少我觉得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 然后呢 就哎 改变一下 其实 那当下呢 孩子知道你是很温柔的 然后呢 你是为他好的 那那个效果就转回来了 那孩子他就不会 是 气冲冲的去关那个房间 这样子 然后就会 啊 当下人冷静下来 告诉他 啊 你生气完了吗 就我们就 让一些时间 就静静的待在那边 就啊 就看到效果会不一样 那么呢 我就回想 就就 哎呀 今天这一个就是我 我所体会到的这一种种 就我们会有成见 然后呢 我们就会觉得 哎 每一次发生 就是这样的问题的啦 都是你的问题的啦 啊 就 就会这样子的 成见 那么呢 当 回观自己的话 其实每一个当下 其实就真的不一样 那你就会 跳出来 然后试着去调整 这样子 然后啊 就一直以来就觉得 是不是我们都很用心的 在讲 那么 为什么我们父母呢 就会有这样子 先入为主的 这样 嗯 就觉得这个很受用 对 所以知道啊 为什么 静坐的时候 师傅都会 啊 一直重复同样的问 啊 重复同样的角 但是还是很耐心的 每一次上阅读会的时候 师傅也是会 啊 让我们去学习成长 这样 嗯 就很受用 谢谢师傅 很好 很好 嗯 嗯 呃 这个秀娟 还有新卫法师 他们的分享呢 都很 生活化 啊 你们应该要 借个机会 真正去了解说 意念圣 原来 不只是一个 这样子 语词而已 是你在生活当中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有没有 善用我的意念圣 啊 如果说我没有 善用我的意念圣 我每一次做什么事情 都只是停留在过去 而已 那么 那等于就是什么呢 我们常讲的 入宝山 空手回 你空 得这个人生 你没有珍惜这个人生 珍惜人生的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 啊 你真不只发现你自己有意念圣 你可以意念过去 你还可以预期未来 你还可以呢 认识现在 然后做一些调整 你这样子的认识呢 才是真正的把意念圣 人的特性呢 真正的在你的生活 跟你的修行上呢 去应用 不然的话呢 什么人真难得啦 什么入宝山空手回来 那都是只是一套说词 也很漂亮的说词 但是你真正没有感受 没有触动 没有感 没有真正去应用 所以 修娟的分享 行为法师的分享 都很生活化 希望大家能够 接着机会呢 抓到 我怎么样把意念圣 用在我的生活 用在我的修行的 分分秒秒 就发现 然后呢 去善用它 那么在线上呢 这个留言处呢 就启华 这边有提到 因为看到莫娜 所以呢 我想有学过为世的人呢 马上就会想到莫娜世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你不一定把他 不一定把这个莫娜 看成是 第七莫娜世 因为 第七世 第八世的说法 都是比较后来的 比较后期 发展到大乘佛教的时候 出现的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具体的 第七世 第七世 莫娜世 比较杂拉 也是 这样的说法 但是在 我们说 阿涵 你就是看阿涵就好了 阿涵里面讲到的 曼娜世 莫娜 就是思量的意思 思维分别的意思 这个什么呢 我们在 就是会意念过去 一起未来 认识现在 用这样最 单纯的 角度 去理解 曼娜世 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讲到 这个 第七世 第八世的时候 你的 那一套说法 其实也没有错 但是呢 真正转化 因为在 维世的思想里面呢 它不只是 第七世 要转 第八世 也要转 前五世 还有第六世 都要 转染成精 这个是 维世的 主张了 所以不要 我是尽量 不要混 混淆大家 就是 把它单纯的 曼娜 这个词 莫娜 这个词呢 在 阿涵 就有出现 这样的语词 而它的意思 就是思维分别 我们会去思维分别 我们会去试量 好 那么 也会看到大家 这一些 分享 都不错 如果你们会看留言的话 你可以看看同学们 在上面写的分享 那像我们的互动 就比较有了 有提出疑问的 然后呢 也有 做一些自己的 收获的 心得分享的 那本能 是不是也是 意识活动 推动的呢 本能 我们在 接下来呢 也会提到 就是本能 的那种 生得志的部分 生得会 生得志的部分 它当然 多多少少 有一些 艺术活动的 这个推动 但是呢 如果没有 再加于 就是比较 给力的 这种 推动的话 它本能 就是可能 只是 纯本能 所以 我觉得 大家可以 思考 这个部分 可以思考 好 那么 谢谢大家 今天的阅读 分享 还有包括 在留言处 做分享的 同学们 大家都很棒 在这个 廉价 这样子的一个 难得 假期的 时间里面呢 大家还可以 聚在一起 来共修 学习佛法 而且 不只是 文字上 学习佛法 而且是 去思考 怎么用在生活当中 这个是非常难得 非常 殊胜的 这样子的一个 法工修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决林也有 想要回向 在中国的 一位 居士 就是 传花 可能生病了 就是希望他能够 早日康复 远离病苦 还有他也希望 这个 当传花 居士 那学佛 因缘早日成熟 是的 我们可以 借着机会 也做 各种的 回向 如果你有想 回向的 朋友啊 这个亲友啊 都可以 写在这边 就把 这功德 做一个回向 不只是 回向我们认识的 所以不认识的 这些众生 也希望能够 跟他们 解这个法言 以此 功德 众善根 累世 冤情 同丹恩 犹失 解脱 诸苦 共振 菩提 杜友情 那我在这里呢 也祝福大家 福德和智慧 渐渐的增长 一切都 吉祥如意 发心 同样 发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